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我们上一节课提到了 人生踏出脚步大小 不是最重要 方向才是关键 方向要对 人生才会经营的越来越踏实 方向错了 可能人生会到头来徒劳无功 那有正确的态度 才会给人生幸福 我从小也感受到 能当父母的孩子 特别幸福 特别幸福 专心听课也会幸福 因为 我们在大陆办课程 一次都是五天的课 我记得在温州上课 第一天差不多来了三百个人 到第五天的时候 是五百多个人 整个会场 摆了很多小椅子 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人的本质 确确实实相当的善良 他自己觉得很受益 就把他所有的亲人都招来了 有一个朋友跑过来说 我有十几个亲友都到来 这个叫独月乐 不落语重月乐 好东西 一定让好朋友分享 那我也 请问在座的朋友 我提到 这五天课程上下来 你们笑了多少次 你这一生有没有比 这五天笑的频率还要高的 一种机会 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明白到 学而实习之 不亦悦乎 所以其实学习会让人快乐 学了以后去落实 会让人幸福 所以有成长的喜悦 那有一句话也提到 书山有路 秦为寂 我们要深入经典 一定要很勤奋 下一句说 雪海无牙 苦作舟 那你们苦不苦 你们学习苦不苦 不苦 所以这句话要改 雪海无牙 乐作舟 那为什么他苦 因为他每天在那里想 我要考上高中 我要考上大学 我要考上研究所 我要考上工民 所以当他的存心 是为了自己的失利的时候 他每天都会患得患失 所以他不会快乐 但是当他就像范宗淹的心境 他是想着 只要我能考得上 我就有为人民服务的机会 所以他在读当中 不断跟圣贤人的存心相应 他很乐 我们不要误解了这些圣责人 所以成长是喜愿 学习当中 我们又会明白 人生的错误在哪里 当人知道错了 又不知道错在哪 其实内心很着急 内心也很无奈 所以当人不了解自己的错误的时候 每天都不会快活 因为我们在杭州上课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 他差不多40岁 他第一天上课就对我讲 他说蔡老师 你上课的时候绝对不要叫我 因为我不会讲话 我跟他说 你不跟我讲还好 你跟我讲我就要叫你 要多历练 自然而然 人的能力就会突破 那这一位朋友 他曾经当过武警十多年 所以身材非常魁梧 他一路上保护我 因为我比较脆弱 结果上到第三天 我们要去吃饭 他一路上就对我们讲 他说蔡老师 真的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然后他就一直 一路上就太好了 我们一群老师都听懵了 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虽然不了解他真正的意思 不过可以感觉到他的情绪 他的内心很快活 很激动 后来到了餐厅 他接着又说 他说蔡老师 我终于知道 我太太为什么跟我离婚 我终于知道 我儿子为什么 跟我不能沟通 为什么同事这么怕我 因为我的脾气太差了 他就把他的问题找出来 而他找出问题的时候 是非常的喜悦 他说我这一辈子 都没有人教我这些东西 我的父母也只是演给我看 但是有很多关键要点 没有明师指导 所以这一个朋友 他在第四天早上 早饭的时候 他就也是跟我们一起 到了餐厅 他就对我说 他说蔡老师 你在这里坐一下 他就搬了一个椅子 请我坐一下 不过我觉得 那个气氛怪怪的 我就不敢坐 他说拜托你坐一下 我比较胆小 你们看得出来 我就坐了一下 突然这个朋友就说了 他说我这一辈子 只拜父母 只拜老师 我一看大事不妙 赶快跳起来 因为他身材很魁梧 所以我没有办法 他说蔡老师 拜托你 给我拜一下 我们在那个当下 真的一方面是欢喜 一个人他懂得尽得修业 但是一方面也觉得非常的伤感 一个人有这么好学的心 但是却没有机缘遇到老祖宗的教会 所以人生的成就在欲缘不同 所以当我们都能够成为众人 能闻圣贤教会的这个因缘 那人生整个社会将减少多少的遗憾 能够让多少的人 多少的家庭 社会能够放出光芒出来 所以我们能够聚会一趟 我们要支援 席援 要造圆 而这个圆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有同样的祖宗 同样的文化 圣泽人几千年来 碧鹿兰驴 用他们的智慧 用他们的血汉 累积了这么宝贵的资产 这样的圆 我们不能错过 所以知圆者才能知恩 习圆者就是懂得感恩 那造圆者就是去报恩 所以当我们把圣者的教诲 能够广泛的向所有的亲友 进一步向全世界的人去弘扬 去推广 这个才是真正报了老祖宗的恩德 相信老祖宗的胸襟 是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幸福 所谓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所以当我们真正能够把中国文化弘扬 将是回报给老祖宗最好的一份敬意 那师长也曾经教诲我 在目前这个局势当中 整个地球已经像一个村落一样 一天之内飞机可以飞到各个角落去 所以地球变一个村落 而每一个人就像邻居一样 我们应该敦亲目铃 应该人不读亲其亲 不读子其子 因为地球已经这么样的密切 地球人已经互动这么频繁 所以现在只要地球某一个地区发生冲突 都很可能造成整个地球的什么 毁灭 祸害 中国话讲的 覆巢之下 无完卵 哪一个地区发生冲突 突然两三颗原子弹出来了 我们也难逃这个劫难 所以现在应该要抱持着国家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那我们有这样的态度 当然也要进一步去落实 如何才能让冲突去掉 如何才能让幸福现前 所以根源 这个是要深入去思考 人会有不正确的行为出现 一定是从他错误的思想开始 所以我在大学时候 听过一句很重要的话 那也影响我往后的人生 人生最难的 不是奋斗 而是什么 人生死死都在下抉择 各位朋友 我们刚刚提到 夫妇关系 也在抉择 所谓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狼 那老祖宗说要谨言盛行 所以我们回想一下 人生有很多的不愉快跟阻碍 很可能都来自于 我们没有正确的言语态度 所谓祸从口出 所以责言重要 那诸位朋友 您曾经花时间教孩子如何应对 如何说话的举手 好 请放下 所以抉择是代表你有判断力 有判断力你才做得出来 你才能够取舍人生的轻重缓急 所以要有判断能力 判断力取决于哪里 判断力来自于一个人的理智 智慧 一定要有理智才行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 知识爆炸 人类的知识累积量 每过几年就增加一倍 所以相当快 但是多不见得好 杂反而会乱 所以新的东西 你还要冷静去判断才行 我到大学去讲课 他们的老师 有一位李老师 他非常爱护他的学生 也很注重德行教育 他有一次对我说到 说蔡老师 你们到大学讲课 只能用课不容缓来说 因为学校有安排相当多的课程 他也跟着去听 他说有一个企业家一上台 就对着学生讲道 他说你今天假如要创业 你绝对不能有道德 你要放下道德 只要不杀人 不放火 不犯法 什么都可以干 结果底下响起一片掌声 他在底下如坐振战 所以在正法 思维的当下 邪师说法如恒合杀 所以一个学校就有责任 去筛选每一个在他学校讲课 老师的言论 这是真正爱护学生 所以越开放的时代 反而很少考虑到 后来的流弊问题 大家台上台面的都是 你看我请了多少 不同的人来演讲 但是却不知道 有没有污染的心心血子 所以敢流行不代表是好事 再来 在十多年前 很多的地区国家 开始开放媒体 从本来才几台的电视 突然变了八九十都有 甚至上百 好像进步了 哇你看 这么多节目可以看 但是一个政府真正爱护人民 绝对不是这种开发 因为一开以后 学好啊 硬中年不足啊 学坏一天就够了 所以你看现在孩子 讲话很没分寸 会讲脏话 他可能看一个小时的电视 就怎么样 就学起来 所以政府应该有保护人民思想的一种责任 所以政府就像一个大家庭的家长 所以政府跟家长都应该要保护你的人民 你的家人 不能让他受到严重的污染 这叫爱护他 市面上也有很畅销的书 专门教导 让孩子从小就应该要理财 所以孩子只要工作 帮你洗碗 帮你拖地 你就可以给他钱 这样的言论特别畅销 这种言论的畅销 也代表着现在的家长 把什么摆在第一位 把财富跟金钱摆在第一位 有一个母亲 她回去就照做 来到我们中心就对我说 她说蔡老师 这个方法很好 我给我的女儿说 你洗碗给你两块钱 拖地给你两块钱 洗衣服给你三块钱 她从很懒惰 马上变得很勤劳 有没有效果 各位朋友 这个问题相当重要 现在的人 思维里面 都是急功耗力 很希望赶快给我结果 带我先生去听两个小时的课 马上可以幸福美满 这种课我要 然后只要给我上三个小时 如何教孩子成为天才 三个小时达到效果 让我花多少钱 我都愿意 有没有这个态度 这个态度再探深一点叫什么 叫不负责任 不负责任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不只不负责任 人现在很没有耐心 所以因为急功耗力 因为贪快 所以很容易被骗 所以师长也有提到 现在人听骗 不听劝 认假 不认真 所以就想 我赶快有钱 所以现在骗钱的一大堆 他都不来跟我骗 因为我也没钱 你有贪心 他才骗得成 那像很多的家长 到我们中心 也是希望了解一下 怎么把孩子教好 那我在跟他沟通过程 我也是告诉他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孩子这样的行为 都是好多年行程 所以你要把孩子教好 只要跟老师配合半年至一年 应该就会有显著的效果 家长一听半年 脑子里开始转 我哪有那么多时间 然后要出门的时候 也很恭敬 蔡老师 谢谢你 这一席话 真是听君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 好 再见 这没有再来 我在想说 他可能去看到报纸说 四五千块人民币 上一天的课 保证你交出天才的儿童 他可能去那里去哪里 所以欲速则不大 只要强调快速达到效果 保证会有副作用 而这个要快速达到效果的 这个人生态度 从哪里学来的 从哪里 从父母的价值观 从整个传播媒体的影响而来 所以现在快速要强调食物 所以有素食 然后男女自由恋爱 要强调速婚 快速结婚 一见钟情 好像很美好 那个都是错误的价值引导 都给我们这些年轻人 很大的思想障碍 再来医学 强调快速解决问题 比方说 孩子感冒了 流鼻涕发烧 怎么办 要吃下去 鼻涕 屁不扭 头也不痛 很有效 所以现在看西医的多 还是看中医的多 那不就很明显了吗 人现在都求快 只看眼前 不看什么 长远 所谓人无远虑 必要尽忧 所以我们来看看 这一些 一遇到孩子发高烧 马上送医院 打两针 然后一直吃药的 请问 他是不是送这一次以后 就不送了 他可能从此以后 是那一遇到医院的长客 只要气温变化大了 他马上又带孩子去报导 所以可能前辈子欠医生太多钱 我记得我自己小时候去看西医 那个医生 都对我讲 他说你发烧 感冒了 只要多喝开水 多休息 抵抗力一好 就没病了 他不给我开药 也不给我打针 那因为我也很怕打针 所以特别喜欢去看这个医生 但是后来的医生 就找不到这样的医生 一定都是能给你多一点的药 能给你多打两针 他一定奉陪到底 所以后来我们自己去理解到 医学的重要 其实中国古代 读过书的人 基本上对养生 都有涉略 都有认识 因为我们现在都不读这些古书 像不读《黄帝内经》 不读这些医药的书 所以没有判断力 当一个人 因为发烧 流鼻涕 感冒流鼻涕发烧了 请问为什么会流鼻涕 原因在哪 我们要从阴上去解决问题 不能从果上解决 果向上绝对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所以因为你有病毒入侵身体 所以你的身体是一个很精密的仪器 它马上启动 身体的免疫系统 这些白血球 这些T细胞 杀手细胞都出来 那它针对病毒在抗战 那两军相争 就会有死伤 我们看古代武打戏 那个刀子跟刀子敲下去会怎么样 会发出火花 所以会发热 所以你的头会发热 代表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 正在跟病毒打仗 所以这是一个现象 再来流鼻涕 是因为病毒跟免疫系统 打仗以后留下来的尸体 所以你看我们身体 有伤口会化脓 那个脓都是免疫系统跟病毒 跟细菌的尸体 所以你看到鼻涕应该 对它肃然起咎 那是你身体的英雄 结果你现在看到它很烦 看到发烧了 它在奋战 你也很烦 然后就针跟药 用下去以后 马上鼻涕也不流了 头也不发烧了 好像好了 其实这个药吃下去以后 不只把病毒杀了 身体所有好的细菌 也都格杀物论 所以我们仔细去观察一下 小孩子吃药吃两三天 会觉得脸颊凹下去 人看起来消瘦多了 胃口下降 因为这些药也把肠胃里好的 异菌也都破坏掉 那肠胃胃口不好 人又吃不到营养的东西 所以体质怎么样 越来越差 所以你从症状解决问题 就会变得越来越糟 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西医是越开越多 经济在怎么萧条 哪一个行业都很兴盛 医院 而我们中国当医生的态度是什么 会不会病人看完以后 对病人说下次再来 不会 会把整个养生的方法教给他 希望他不要再来 这个才是一个医生的一种态度跟良知 假如医院越开越多 那代表这样的医学方法 并没有办法让人的身体 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所以诸位朋友您有看到 肾脏病人吃药吃好的 有没有 有没有看糖尿病吃好的 几乎都是越来越恶化 所以医学强调快速 副作用特别大 我们要有一种理智 身体搞坏了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我们应该有耐性 有决心把它修养好 所以中医强调的要道法自然 慢慢调养回来 再来 人对于婚姻的态度 也是很草率 觉得相处不好 离婚就会好 很多要离婚的人 有没有这个想法 他觉得 就是有这个先生我才搞成这样 就是有这个太太 我才弄得很糟 只要跟他离婚我就好了 切下去 好了没有 问题更多 因为当一个人都不了解到 错误是他自己的时候 他的人生只会有 越来越多的烂脏 要受死 所以我们曾经遇到 一个太太结了四次婚 然后他现在的先生结过三次婚 所以他的家族很庞大 很可能都还搞不清楚彼此的关系是什么 这种欲速折不达的态度 会让很多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所以那一个妈妈就提到我给孩子金钱的时候 他从懒惰变得很勤劳 后来过了一个礼拜 这一个妈妈又来找我们 她说蔡老师出状况了 她说今天 昨天我很累 我对我女儿说道 女儿啊今天妈妈工作很累 你可不可以帮妈妈把已经洗好的衣服晾起来 妈妈给你两块钱 她女儿正在那里看电视 然后就斜着眼看她 她说我今天也很累 我不赚 有没有效果 所以我们要冷静判断 这些知识 不是新的就是好的 不是外国的月亮比较远 外国的月亮假如比较远 为什么这两三百年来 西方思想主导了 大半的世界 世界好了吗 越来越乱 要冷静 家庭是不是教厉害的地方 连家里面都讲厉害了 这个人一生还有情意吗 还会有道义吗 家庭应该是讲责任的地方 应该是教孝心感恩的地方 应该是教付出的地方 所以现在连家庭教育都错了 孩子要有好的人格根基 几乎是相当困难 所以一个民主要有人才 从哪里 从家庭 所以中国有一个圣泽人 叫陈宏某先生 他是清朝的乾隆年间的一个贤城 他一生从事三十多年的官职 换过二十一个工作 走过了十二个省份 他把走过这十二个省份 所积累下来 如何教育孩子的方法 编成了养正宜归 这陈宏某先生 有一本书特别的精辟 特别的有价值 叫五种宜归 在养正宜归当中 其中有一句话特别重要 提到国有真教术 始有真人才 一个国家有真正教育孩子的方法 他国家才有真正人才出现 那教术之端 正确的教育方法 从哪里开始呢 自履相识 就是在家庭里面 在每一户懂得教育孩子的家庭里面 在累积经验 那人才之端 人才的根源在哪 自儿童史 从他小时候开始培养 所谓哨成若天性 习惯成自然 所以这么好的教育方法 我们要珍惜去运用 所以其实做炎黄子孙 有相当多的助力 只是我们后代的子孙 不够谦卑 不懂得听老人的规券 所谓不听老人眼 吃亏在眼前 所以现在很多家长 孩子假如一二十岁 我见到他们的时候 都感觉他们是眉头 伸索 很苦 不知怎么教 所以要有理智 才能下对判断 如何教孩子 你就自己 在理智当中 懂得去抉择 好 那一个人的理智 从哪里来 会不会无中生有 有一个朋友 也很有意思 他就提到 他说算命先生 说我的儿子 二十岁以后 就会变得很懂事 有没有这种事 你二十岁以前都不教他 突然他就变懂事 哪有这种事可以发生 一定都是你 纵对了正确的思想 他才有可能有正确的行为出现 那诸位朋友 您觉得您有理智吗 理智在哪里看得出来 在我们发生挫折 发生事情的时候 您第一个念头 是什么 就可以看得出 你有没有理智 你第一个念头 是顺着自己的烦恼在思维 还是顺着圣贤的教诲 在应对 马上就看得出来 比方说 我们在推展中国文化 推展经典 有相当多有心人 在推的过程里面 一开始 来了五六十个人听课 后来慢慢的变成五六个人 他会觉得 现在的人 怎么善根这么差 都不受教 当我们起的是这样的念头 有没有理智 有没有 所以孔老夫子教诲我们 行有不得要怎么样 反求诸己 这一句教诲 是在中庸里面 孔夫子做了一个比喻 提到 射箭 就好像君子之道 射有似乎君子 当我们把箭射出去 没有射中目标 您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第一个念头是说 这一支弓箭是不是巴黎生产的 怎么品质这么差 害我射不好 这一支 这一支弓 太差了 然后这一支箭 是不是德国生产的 害我射不好 所以把射不到目标的责任都推到哪里 推到一切人事物上面去 这是不理智 所以应该是返求 我们的做法 有没有什么不当之处 您为成功 找方法 不为失败 找借口 诸位朋友 你的下一代 有这个态度的 举手 这个态度重不重要 重要 什么时候教 什么时候教 刻不容缓 你们不要现在就冲出去了 人 真的是知难行义 你真正了解到它的重要性 你下一刻绝对不会再拖延下去 因为我也常跟家长提到 教孩子一生重要的态度观念中 比较重要 还是让他从98分变成100分重要 是前者重要还是后者 前者重要 那大部分的家长在做哪里的功夫 那你看 那我们大人不是说一套 所以下一代 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是懂得察言观寿 他知道你什么时候讲真的 什么时候讲假的 他摸得一清二楚 当孩子觉得大人言行不一致 他人生的人格有一点会缺憾 他对成人不恭敬 当他对父母不恭敬 他觉得父母讲话不上话 当他对长者不恭敬 这个孩子一生已经形成相当大的障碍 就是不敬 就是傲慢 所以我们在接触很多第一线的老师 尤其像初中的老师 他们就提到 当学校在跟家长开家长会的时候 这些教务主任 训导主任上台来 对着底下的家长说道 他说诸位家长 你们的孩子将进入所谓人生的龙卷风 就是叛逆期 就是逆反现象 所以你们每一个人要有心理准备 讲完以后 妈妈回去每天在那里看 龙卷风来了没有 龙卷风到了没有 这个叫心想怎么样 突然有一天 哎哟专家讲的真有道理 真的孩子叛逆起来了 几千年的中国文化 古书里面没有写什么叫叛逆期 几千年来不能产生的产品 为什么在短短几十年当中 快速生产出来 所以觉者未因 迷者未果 迷惑的人只害怕结果 觉悟的人会找根本原因所在 根本把它纠正过来 自然错误的现象就会消失掉 所以中医也说要自本才行 那我们现在来思考一下 为什么现在的孩子会叛逆 会逆反 那有没有不逆反的孩子 有 只是比例不高 像我还曾经去问过我妈妈 说妈妈 我有没有逆反 我妈妈想了一下说没有 后来我自己回想 为什么我没有逆反 从小父母就做好榜样给我们看 所以对父母只有敬畏之心 都是恭敬的态度 那对父母恭敬敬畏 怎么可能会讲出叛逆的话 忤逆的话 那为什么父母能够让我们敬佩 因为他们言行一致 这个是关键 这个是根基所在 所以现在父母没有做好榜样 再加上外在的诱惑又很多 错误的观念一直在散播 所以孩子现在是因缘去主 所以变化的特别的快 所以我们把因找到了 自己才能够有定见 才不会被这些思想把你搞得心神不明 所以现在一个人的理智要形成 一定是要从真理当中去寻找 而真理必然可以超越时间空间的挑战 当你接受真理的教诲之后 你就抉择对了思想 所以抉择当中守重思想 你有正确的思想 就有正确的言行 所有的抉择你就会下 而思想延伸出行为 行为慢慢形成习惯 习惯形成性格 性格决定命运是否幸福 所以从根本下手 修正思想 有一个朋友他们家是卖古琴的 他就跟我提到 他们家生产的古琴 第一年全部卖不出去 那为什么卖不出去 因为他们所生产的古琴都不合规格 当初一开始做的时候 拿了一把尺 而那一把尺是歪的 他们一开始都觉得 这个尺一定怎么样 一定是值得 所以人还没有接受圣贤教诲以前 都觉得自己的想法是什么 是对的 结果经营出来的人生 千疮百孔 所以一个人的思想 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 一个家的思想 决定什么 家运 一个国家的人民的思想 就决定了 国运 所以自己的家庭会不会兴盛 要问谁 要问自己 那现在 很多心理学的书籍 充斥在市场上 那诸位朋友 您看书的时候 你是要看这个心理学家 四十岁写的书 还是六十岁写的书 看几岁的 六十岁 那他假如活得很长寿 八十岁又出一本 那你要看六十岁还是八十岁 所以我们人生现在很迷茫 到底我的脑子里要装什么 才是理智 你说这些心理学 思想指导很正确 那请问现在人 为什么忧郁症的越来越多 那诸位朋友 您去了解一下 那个忧郁症都不是不适智的人 都是什么 读一大堆书的人 越读脑子怎么样 越混乱 那很多朋友提 他说他年龄越增长 他可能人生的经验越丰富 所以就要看他越年长的 那一个思想观念 很多的心理学家 他是把 比方说他八十岁的思想 是反驳了他六十岁所讲的言论 所以当他八十岁的时候 你的孩子也二十多岁了 然后他对你说 对不起 我二十年前跟你讲错了 那他跟你对不起 结果你这二十年都照着他的思想 教你的孩子 所以人生有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 没有 所以要很冷静 要很冷静 所以近代这些思想 完全没有经过 时空的印证 而且变化被推翻的速度相当快 我记得我在念教育心理学的时候 很多的理论拿什么当实验 拿猫 拿狗 所以拿猫拿狗实验出来的结果 拿来教谁 把人教成什么 我没讲 既然是用这种方法教 所以现在的孩子 是比较像畜生 还是比较像人 主位朋友 我们有一些话点到为止 不要通通把他讲出来 真的 什么叫人 我们看中国字 这个人字写的 顶天立地 孟夫子说到 彻隐之心 人之端也 修恶之心 义之端也 慈让之心 理之端也 是非之心 智之端也 所以仁义理智的人生态度 才叫人 他有没有仁慈 有没有道义 有没有礼让 有没有智慧 所以这四个态度 就好像人的四肢一样 当一个人没有四肢的时候 就不完整 所以这一些教诲 只有圣泽的经典 才找得到 我们在澳洲 上地主规的课程 那时候 我坐在后排听课 前面也坐了好多的 澳洲当地人 当台上的老师提到 孝道 提到名字牵 指路的孝行 我们都看到 这些澳洲的朋友 一直在那里点头 我们也很好奇 他们为什么在点头 所以上完课以后 坐下来 我们也请教他 听的感受 他继续点头 他说做人应该这样 才有味道 所以孝不是中国人受用 只要是人 人之初怎么样 信本善 他都会欣然接受 而且很向往 只是因为他的文化里面 没有这样的地域 没有这样的教会 所以理智圣泽教会 超越空间 再来 几千年前需要孝道 几千年后 也更需要孝道 所以超越空间 所以我们有理智 一定要选择 圣泽教会 才能建立正确思想 正确行为 习惯进一步 有好的人格 去经营自己 幸福美满的人生 进而教育下一代 也有幸福美满的人生 好 那这一节课 我们先上到这边 谢谢 我先上到这边 在内浅中 我先上到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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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先上到这边 你回这里 我先上到这边 你回到长mat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